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14集 不要鬼 站起来 许清安很想批一下高呼 老婆快来看佛祖 然而他并没有老婆 而且那尊法相散发的厚重威压 让他生不起任何的情绪 但能得想要跪地膜拜 随着宛如雷霆般的贺问 苦苦支撑的许平智双膝一软 跪倒在地 恐惧的同时 内心涌起了屈辱 许二叔双手撑着地面 咬牙切齿 宁念 死就 不要过 站起来 站起来 最后三个字是吼出来的 吼完吼 许平智得不到侄儿和儿子的回应 抬头一看 儿子呢 扶着狼柱 额头青筋暴突 似乎在竭力支撑 侄儿呢 背扣着房门 双手主刀 倔强地抬头望着夜空中的晴天法相 然后儿子和侄儿同时看了过来 气氛一时间僵住了 好在许辞久和许宁念 不动声色地挪开了目光 两个臭小子 还知道给我留面子 许平智尴尬的情绪得以缓解 哼 乔儿叔这怂样 惊喜人都消耗在婶氏身上了吧 许千安在心里嘲笑 爹太丢人了 自己跪就跪了 还要嚷出来 幸好这里没有外人 许辞舅呢 暗暗地嫌弃丢人的老父亲 大哥 这 这佛门高僧打算如何 你再打个人衙门当差 知道些内幕吧 许辞舅断断续续地说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他认为 应该是西域和大凤 在某些事情上产生了分歧 因此呢 才有了西域使团入京 今晚看佛门高僧的举动 西域那边的态度显而易见 愤怒 如果处理不好 西域和大凤的联盟很可能破裂 甚至发生国战 身为读书人 许新年对这类大事有着本能的求知欲 许清安真着道 是闹了点矛盾 但 但没你想象中那么严重 具体 我并不清楚 说到一半 他又改口了 因为佛门高僧的反应 同样出乎许清安的预料 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当年神书和尚被封印在大凤 也许并不仅仅是盟友间的相互帮助 其中 另有隐情 倘若只是盟友间的互相帮助 佛门如何这般恼怒 如何这般兴师动众 好气楼 魏渊披着青袍站在撂望台 仰头看着一张佛脸 遮住半个京城的法像 他的身躯无穷大 隐藏在滚滚的乌云之中 杀贼罗汉 他目光平静 腰杆挺直 青袍在风中烈烈翻飞 似乎在与法像堕一室 身后的茶室里 杨燕和南宫倩柔盘膝而坐 脑袋低垂 竭力抗衡着法像威严 修为越高 受到的压迫越大 魏渊感慨道 佛门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大呀 说着他回头看了眼两位义子 如果许其安在这里 我敢保证他一定是站着的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是站着的 杨燕和南宫倩柔一脸的羞愧 皇宫 远景帝披着龙袍 在老太监的陪伴下走出寝宫 他抬头眺望 那张双眉倒树的佛脸 仿佛就悬在皇宫之上 那双不怒自危的佛眼 像是在盯着远景帝 皇宫内 晋军侍卫手持枪歌 如临大敌 一个都没跪 更没有流露出惶恐畏惧之色 整个皇宫仿佛割绝了法相的威严 哼 远景帝冷哼了一声 转身回了寝宫 京城数百万人口 舞者不计其数 包括近来涌入京城的江湖人士 在今晚 一个个的战战兢兢 如临末日 内心产生了巨大的畏惧和恐慌 同时心里不自觉的想 这是京城啊 是大凤的核心城市 难道就没人能制止佛门扬威吗 先有小和尚打泪四天 无疑败绩 今夜又有法相降临 震动整个京城 居高临下的质问监政 监政可是大凤的守护神 唯一的一品高手 这是把朝廷的脸面置于何地啊 把监政的脸面置于何地 把百万京城人的脸面置于何地啊 无数人都在渴望监政出手 桑坡 新建的永镇山河庙内 那柄开国皇帝的配剑 黄铜剑 嗡嗡的震颤 似乎在等待主人的召唤 在无数人阴阴期盼中 一声轻悦的笑声响起 声音悦耳具备清亮的质感 头戴莲花冠身披太极鱼 眉心一抹朱纱的骆玉衡走出境势 秀发在风中狂舞 他抬头望着佛脸伸出了白皙的手臂 五指骤然一握 池水里一把秀气斑驳的铁剑破水而出 落在他掌心 骆玉衡轻轻轻地抛出手里的铁剑 剑气如虹冲天而去 初时 他宛若一道细细的火光 宛如逆天而上的陨石 不多时 剑尖撑起了一道直径百米的弧形气罩 那是空气阻力形成的气波 再过片刻 火红色的光芒照亮了金色的天空 与金色法相交相辉映 那道原本的细线已经壮大的难以想象 宛如一挂红色的瀑布 金身法相冷哼一声 滚滚黑云中探出两只晴天巨掌 要将剑光抓住 两只金色巨掌和龙 恰好将璀璨如星河的剑光 夹在手心 下一刻 焦雷在京城上空乍响 法相的双手一寸寸的崩溃成金光 接着是佛脸崩散 红色的剑光混杂着金光 焦融成瑰丽的七彩之色 在夜空中流舞 这幅瑰丽万千的景象 对京城百姓而言 恐怕是一辈子都没见过的 啪哒一声 刚艰难起身的许平之又跪了下来 许清安和许新年再次别过脸去 不去看二叔丢人的一幕 刚才出手的是骆玉衡 不愧是二品到手啊 这一剑如果冲着我来的话 许清安此刻的心情有些复杂 他和骆玉衡打过几次交道 尽管知道杜卫方是盗门二品 但杜卫他的实力缺乏清晰的认识 直到此刻 许清安才清晰意识到 盗门二品有多强 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女人这么凶的话 我以前肯定不敢盯着她胸脯看 许清安几倍发凉 感觉自己曾经在作死的边缘 反复的横跳啊 半炷香后 天空恢复了寂静 红光和金光湮灭 乌云消散 一轮咸月挂在天边 好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许家三爷们如实重负 许清安坐在门槛上 许次就坐在回廊的横栏上 许平志满悠悠起身 沉声说道 年轻就是好啊 身子过还硬了 不像我一样 猝不及防之下 站都站不稳 不过爹当年 也是铁骨正正的好汉 千军万马中来回冲杀 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抬头看了眼天空冷横 这次我已经有了防备 如果再来一次 绝对不会失态了 话音方落 夜空中忽然响起反场 平静的乌云再次的翻滚起来 云层深处 一抹金光亮起 伴随着反场 乌云翻涌 又一尊法相出现 和上一尊法相不同 这尊法相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栩栩如生 佛脸也更加的凶恶 当然气势也截然不同 远胜之前数倍 啪打一声 铁骨正正 许平之又跪了下去 不过这一次呢 许新年和许清安都没有嘲笑他 许新年直接贪软在地 浑身大汗淋漓 许清安则半跪着 双手撑着地面 他脑海里观想那尊 顶天立地的巨人 心里满满迸发出 斗天斗地的气焰 然后一点点的挺直了腰杆 主刀而立 毒恶这是一定要和监政斗法吗 许清安心里一沉 竟成数百万人口 可经不起这么折腾 狂的一声 这时推门声传来 许凌音揉着眼睛 扶着房门垮出门槛 爹 外头好吵呀 快回我 快回我 许平之大喊 许凌音扬起小脸 胖乎乎的指头指向天空 天上有神仙 他看得如痴如醉 一点都不受法相威压的影响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